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大家好!我是傑克! 今天我在台北市的西門町 我今天要來街訪! 街訪什麼題目呢? 因為馬邪二會才剛剛在北京結束 今天我要來西門町問問西門町的民眾 他們有沒有關注馬邪二會的新聞 以及他們對 兩岸和平統一 有什麼看法? OK! Let's go! 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你有關注這個新聞嗎? 有! 有!那你對於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你有什麼看法? 這樣可以說嗎? 當然可以啊! 還是希望兩岸可以平衡一點 不希望就是 有什麼 真的就是有什麼對立的那種感覺 這樣對 所以那個馬英九他在跟習近平會面的時候 他說兩岸如果發生戰火 對中華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兩岸的中國人有足夠的智慧去處理 爭端避免走向衝突 那你是支持嗎?前總統這個說法嗎? 不支持 為什麼?不支持在哪裡? 我怕被罵喔 幫他馬賽克 說 是往後面才罵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我一開始就罵 你要罵嗎? 好可惜耶 真的嗎? 看你沒有關係 你是台獨分支嗎? 那你的不支持是什麼? 就 不支持就是你說馬英九要 馬英九說兩岸的中國人有足夠的智慧去處理紛爭 避免走向衝突這樣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兩岸一定都有不喜歡兩岸的地方 OK 所以你覺得兩岸的衝突沒有辦法化解 不可能化解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相處嗎? 我當然是希望可以和平相處 但是這件事情還是不可能 那你是 你是顯然不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嗎? 對不對 我覺得台灣還是台灣 所以你是不支持 那不支持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中究是一個國家吧 我覺得中華民國才是一個國家 就是我不喜歡 就是像香港一樣 就是被大陸統一 台灣還是要自己的民主自由 自由言論很重要 OK 那你怕什麼? 你怕擋馬賽克 你不是說 我怕你們 我怕你們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那一派的 沒有 你不是說自由言論很重要 你管哪一派 我怕你們是那一派 哪一派 很怕你們是 大陸的那一派 那我台灣人 沒有 不管哪一派 如果自由言論 兩派應該都可以互相包容 對不對 那我最後加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在我提綱裡 但我想問你 那你覺得兩岸最終的結局 應該會是什麼 你覺得 最終的結局 我覺得 應該是繼續這樣保持下去吧 就是他們應該會一直繼續這樣對我們 隔空喊話說什麼 我們會打飛彈過去啊 或什麼的 就是一直恐嚇我們 但是我們 終究還是 不需要受到他們的威脅 我覺得我們還是做我們自己就好 就是說 他會一直威脅 但我們就不要理他 繼續過生活 對對對 那這樣就一直下去這樣 當然我未來可以和平就是和平啦 對啊 好啦OK 那最後就是 你要打馬賽克嗎 好 幫我打馬賽克 幫他打馬賽克 我本來很想讓大家追蹤你IG 真的嗎 真的沒有關係 沒關係不用 好啦好啦 那殘念的是 那給他打馬賽克 好不好 IG我就自己留了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你有關注最近那個馬錫會嗎 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那你個人怎麼看這個新聞 你有關注嗎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太過這個解讀 因為大家都 就不是有那個什麼 外賓的那個廳 跟那個台灣 就是之前來 就是接待外賓的廳 他們在接待外賓的廳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太過度解讀這個會面 就是 你個人怎麼解讀 畢竟他已經是 畢竟他已經是退位元首 就是 但我覺得他這次就把台灣放在一個比較平等的位置 所以你個人覺得OK 是正面看法對不對 就是正面看法 好 那那個馬英九跟習近平在會面的時候 他有說 兩岸如果發生戰火 對中華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兩岸的中國人都有 足夠的智慧去和平處理紛爭 然後避免走向這個衝突 那你支持這樣的說法嗎 我覺得這說法其實是正確的 就是 畢竟沒有人想要 沒有人想要發生戰爭 嗯 就是發生戰爭的話 就算 就算雙方武力懸殊的話 還是 會有造成一定的損害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他說 雙方 避免發生戰爭這件事是對的 OK 可是 可是就是 Always a but 可是就是 but 可是就是 中國人還是沒有放棄巫桶 就像之前去 之前去上海的時候 就是 不管是搭計程車也好 或者是 就是在那邊 跟當地人有些接觸的時候 只要他們發現我是台灣人 他們就會說 喔 你是台灣來的喔 你是大學生嗎 你是嗎 然後他就說 他就會說什麼 你們這些大學生 就是什麼都不懂啦 就是 終於天還是要回歸自國 喔 OK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相處 和平共處 我支持兩岸和平共處 OK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嗎 統一一件事 其實我也說不準 就是 覺得靜觀其變就好 靜觀其變 對 我也沒有說支持 也沒有說反對 就是 喔 就我在那個比較中間的立場 你站在中間的立場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喔 OK 你幾歲請問一下 25 喔 所以其實你沒有那麼反對 是不是 就是說你其實是站在中間 可以看看 對 但不要請衝突 對 OK 好 不錯 謝謝你喔 這個年輕人 謝謝 你聽過馬英九嗎 他是誰 他是之前的總統 喔 不錯 那你聽過習近平嗎 聽過 他是誰 他是中國的總統 中國的總統 差不多是意思啦 好 那你知道馬英九跟習近平 他前兩天 在北京有會面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這新聞 好他們在北京有會面 習近平就說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沒有什麼心結 不能化解 沒有什麼問題 不能商量 那馬英九說 兩岸如果發生戰火 對中華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兩岸的中國人都有足夠的智慧 和平處理紛爭 避免走向衝突 請問你支持這樣的說法嗎 嗨 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維持現狀就好啦 我覺得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相處嗎 支持啦 就現在嘛 就現在兩岸和平相處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嗎 和平統一 先不要耶 我想研究自由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 感覺有很多事情不能亂講 比如說什麼事不能亂講 就是 這個不好說 不好說 好好好 OKOK 好啦那所以就是因為 可能怕自由受限啦 言論自由受限 所以就暫時不支持 對不對 好那如果沒有受限 你就OK嗎 沒有受限 看這樣的話 總統是誰 隨便啦 隨便 看你要選誰就選誰 我可以當總統嗎 你可以 你選得上你就當嗎 你可以啊 我可以 我喝醉了就會投你 哦 哦這樣嗎 好啦 那那個總之就主要是因為自由受限 對 好 你有沒有關注最近馬英九跟習近平 在北京會面的這個新聞 有看到 但是沒有很注意新聞內容 沒有很注意 OK好 那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那習近平他說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沒有什麼不能心結 不能化解 沒有什麼問題不能商量 對 那你支持習近平這個說法嗎 他應該都是 他做的跟說的也不太一樣 哦好 對啊 那馬英九說 兩岸如果發生戰火 對中華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兩岸的中國人都有足夠的智慧和平處理 爭端 然後避免衝突 那你支持馬英九這個說法嗎 可是他應該沒有什麼資格這樣講 他以一個民間人士啦 個人的講 就是說你可以支持不支持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嗎 算支持吧 算支持 就是你支持他的這個想法 就是避免衝突 對啊 避免衝突 這樣對兩岸都好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相處了 支持和平但是不要統一 不支持和平統一 對 為什麼不支持和平統一 我覺得我們這次台灣很自由 為什麼要跟他們統一 主要就是怕統一了以後 自由會受限對不對 對啊 就看看香港吧 不是常常說什麼 香港的今日可能是台灣的未來之類的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 之類的 你去過香港嗎 我去過因為我是澳門人 所以就是可能 就是也會聽身邊的一些人 就是可能問說 你知不支持就是回歸啊 說大家都是一家人 好像澳門好像那個 滿早就回歸了 對 那澳門的那個情況 是不是比較不像香港這樣 對 沒有像香港這樣 對 澳門相對比較 澳門比較 澳門比較 因為澳門比較有錢 就是他們比較 站得住腳 OKOKOK 所以澳門人是比較支持 這個一國兩制這樣 他們可能覺得沒有什麼差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香港人影響就比較多 所以你是怕就是說台灣會變香港這樣 對 因為我身邊也有一些香港的親戚 就是提起這件事情就是 就叹氣這樣 所以你是支持兩岸和平相組 但是反正不要和平統一 不要統一和平相組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和平統一這回事 那 對啊 聽起來就是 那你覺得兩岸最終的結局 會是什麼 最終的結局 應該就維持現狀吧 直到永久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吧 就維持現狀知道了 我們不是後台應該也還有人可以幫忙吧 你說美國 對之類的 怕他自己都不穩 目前應該還是有人可以幫忙 靠後台撐一下 對就稍微撐一下 好OK 好謝謝你 請問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蠻久的 應該也有個 有十年了吧 OKOKOK 謝謝你喔 謝謝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關注最近的一個新聞 就是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的這個新聞 沒有 沒有 那你聽過馬英九嗎 有 他是誰 以前的總統 那你聽過習近平嗎 中國的領導者 算領導者 他們在北京會面喔 他們在會面的時候馬英九就有講 就是說 兩岸如果發生戰火 對中華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兩岸的中國人都有智慧和平處理爭端 避免走向衝突 那你知不支持馬前總統這個說法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就感覺不想 感覺不想 不想自己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相處嗎 不行 不支持 不支持 為什麼不支持兩岸和平相處 就感覺中國會對我們有一些偏見 所以 所以你要 要跟他們平還是怎麼樣 可以跟他們平看看 你認真的 你認真的 你幾歲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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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你也不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嗎 那你 這個不支持的這個理由 原因是為什麼 中國那邊會對我們有很多的偏見之類的 或 就感覺對我們這邊很不流利 就是怕統一的他會對我們 有什麼 壞事情發生 像什麼 然後就感覺我們會被壓榨 沒壓榨 誰告訴你這些的 感覺 你在哪裡看這些資訊 就是有時候會 就是感覺 感覺 就是周圍的人 還是電視 還是報紙 還是網路 就是看網路上的一些影片 讓你有這個感覺就對了 他們很恐怖這樣 所以就不要 好 OK 非常謝謝這個妹妹 這個接受我的訪問 就在我在西門町訪問的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在西門町 他立的這個廣告 對中共破壞人權說不 那我想呢 可能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個 很多台灣民眾 都會有這種印象 就很害怕很害怕 當然這個跟大家平常生活周遭 接受到的資訊有關 好OK 我們繼續訪問 幾歲 十...十...十六 十六 十六 你有沒有關注最近的新聞 就是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沒有 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是不是 好 那十六歲這位年輕人 我想 請問你知不支持兩岸和平相處 還好 還好 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什麼意見 那你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嗎 不太支持 為什麼不支持 不自由 會不自由 你覺得統一了以後會不自由 OK 你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 新聞吧 新聞看的是不是 所以因為怕不自由 所以就不支持 那如果統一了 你一樣很自由 那你會支持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嘗試過這種生活 好 OK 謝謝你 謝謝 以上呢就是我在這個 西門町對一般民眾做的街訪 對於馬熙會 很多民眾其實都有關注這個新聞 那兩岸和平的這個議題 大家其實都希望 兩岸能夠和平相處 但是 當我問到 知不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的時候呢 很多民眾 其實大家心裡面還是會有疑慮 主要就是 一般 平常大家接受到的資訊 會對 統一這件事情 跟對岸統一這件事情 大家心裡面是有恐懼的 這個感覺很明顯 OK 好 我是傑克 我在西門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怕被罵 好啦不要怕啦 真的嗎 我自己都被罵 真的嗎 我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我都被罵 我被兩邊罵 現在網路上面 什麼聲音都會有人罵 你知道嗎 因為連大陸他們 小粉紅也都不支持和平統一 你知道嗎 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說你知道 他們就不喜歡台灣啊 對他們覺得和平統一 台灣會佔太多好處 所以就不要和平統一 打一打算了 打一打算了 所以連對岸很多 比較極端的他們都不支持 所以我都被罵 我都被罵 他們不是都說我們要回祖國 怎麼又不支持統一 沒有啊 那還有不同的方式嘛 比如說和平統一的話 那可能 大陸會對台灣有些讓利啊 還什麼的 那就會有相對優勢 但是如果 是武力統一的話 那台灣反正該幹嘛就幹嘛 那就沒有這個優勢 所以大陸很多民眾 他的聲音都反對和平統一 你知道 你懂這個邏輯 我懂我懂我懂 對所以 不要說你反對 對岸很多人都反對 對我也被罵 好不好 OKOK 好謝謝你喔 謝謝謝謝 那這個最後一個問題喔 因為我的觀眾 98.9%都是男性 請問你支持他們追蹤你的IG嗎 欸我有男朋友 你男朋友 好那所以男朋友會不准追IG 是不是 是這樣 好啦那沒有辦法 各位殘念 好不好 我幫大家爭取福利了 但沒有辦法 好謝謝 十倍美顏 我跟你保證了 十倍美顏 OK好 謝謝你喔 謝謝 那有鑑於我的觀眾 98.9%都是男性 那他們一定很想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你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好 那你有IG嗎 要不要讓大家追蹤一下 可以 可以 XIUBI點底線點17 喔 XIUBI點底線點17 17歲的時候註冊的帳號 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各位妹妹 謝謝謝謝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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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 中文字幕製作為助理 不吭